他是农民的儿子,他寡言少语, 解放后就是这样一个人当了复旦大学校长, 有人说他主政期间的复旦大学和他的性格一样平淡无奇, 也有人说他为复旦带来了是多少年以后才感受到的深厚, 在他去世很多年后,复旦人怀念他,为他塑了一座像, 这座雕像必在校园不为人注目的地方, 仿佛以他惯有的方式,沉静地注视着他为之服务了近半个世纪的校园, 雕像是传神的,一如他生前的平淡无奇,寡言少语。 然而,当我们走进他时,发现他不仅是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 他的学术活动同样也刻在中华民族图存图强的百年历史上。 在浙江一屋一个小山村, 每天夜里都有一个年轻人在忘情地工作着, 他的笔端流泄出这样的词句, 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着。 母亲送来热乎乎的粽子, 他下意识地将墨汁当作红糖, 吃得满嘴是墨, 还回答母亲, 甜,甜,甜。 这个年轻人就是陈旺道, 他正翻译的书名叫《共产党宣言》。 柴屋里只有一块铺板,两条长灯, 既当书桌又当床, 一盏油灯, 伴着他送走了无数寒夜。 据记载, 陈旺道共产党宣言一稿完成的确切时间, 是1920年4月下旬。 这个中文全译本的问世, 无疑就是将一把钥匙交到中国先进的求索者手上, 开启了中国历史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今天的中国人眼中, 共产党宣言几乎是马克思主义的同意语, 一个农民的儿子是怎么会承担起翻译共产党宣言的呢? 陈旺道, 1891年, 出生在浙江义乌一个农民家庭, 原名陈参一, 什么时候改名旺道, 历史没有记载, 我们只知道, 他在日本留学期间仍然使用原名。 1915年, 陈旺道留学日本, 当时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向西方学习, 很多是通过日本中转的, 也就是说, 在日本学习西方的科学和思想。 他想寻找一个对国家的富强最有效的事业, 同时要寻找一个怎么样更加适合对自己来做的一个专业。 他曾认为法科是万能的, 他也在日本中央大学取得了法学学士学位, 但是陈旺道的老母亲对他说, 听说学法律就要去做官, 去杀人, 而啊, 你别去杀人, 你是同我一样不会看杀人的。 陈旺道法科的人生还没有开始, 却找到了另外一条大道。 他又觉得文科好, 文科可以使得人们是互相平等的, 互相关爱的, 互相关心的。 这样, 他在学法科的同时, 也研究起语言来了。 不仅因为早稻田大学是日本修辞学的重镇, 更重要的是, 他发现在近代世界上, 各国的变法维新, 总是伴随着语言的革新。 语言对一个民族的解放, 有无比重要的意义。 他又感觉到, 要启发人民, 思想的解放呢, 语言文字很重要。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就逐渐地又形成了一个, 以中国语文为中心的, 社会科学的这样一个专业思想。 也是在早稻田, 陈旺道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当时, 和尚赵正在早稻田兼职, 他是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 而且推崇孔子的 招文道, 西斐可疑, 被称为日本的求道者。 陈旺道深受他的影响, 还是在这期间, 陈旺道读到了共产党宣言。 在新文化运动突起的1919年, 29岁的陈旺道回到祖国, 在著名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 做国文教员。 也是在这里, 他登上了中国社会政治文化舞台, 成为一场运动中著名的人物。 这时, 他发表的文章, 开始用陈旺道这个名字, 这个名字寓意追望大道。 还是在这个时候, 1920年早春, 陈旺道开始翻译共产党宣言。 他觉得这本书是一个伟大的纲领, 对这本书认为是最重要的, 所以他拿到这本书的人文版, 以人文版为依据来进行翻译, 同时后来, 参照英文版来校正。 然而, 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并不是从陈旺道开始的。 当旧的专制社会的中国积贫积弱的时候, 中国人在思想精神领域同样也是积贫积弱的。 于是大批先进的中国人为旧王图存去西方寻找先进的思想。 仅翻译过共产党宣言的就有孙中山、宋教人、李大钊等, 但无一例外他们都是结义。 在陈旺道之前, 中国人从没有见到这本书的全貌。 在那个马克思主义还没有普及的时代, 翻译共产党宣言是需要马克思主义的专业知识, 需要精深的文字修养, 丰沛的感情积淀的。 这一次, 有着民国才子之称的戴继桃想要翻译共产党宣言, 但无法全部译出。 国民党元老邵丽子便举荐了陈旺道, 于是就有了本篇开头的一幕。 1920年4月, 陈旺道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翻译, 他立即携带一稿来到了上海, 8月份, 这本共产党宣言的全一本, 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 新青年社发行了。 今天, 很多人已经不了解这样的事实, 一大期间, 陈旺道是当时上海推选的一大代表, 但是他没有出席。 就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两年以后的1923年下, 陈旺道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组织。 为什么没有参加一大, 为什么离开党? 陈旺道一生很少提及, 直到1952年, 三反五反运动中, 有人揪住他的脱党问题不放, 跟他一师一友一同志的复旦党委副书记周建秋, 找他问明了原委, 陈旺道告诉周建秋, 当时他与陈都秀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说党还没有成立, 有人就在争总书记了, 他就感觉到陈旺旭这个人不够, 他讲得很尖锐了, 没有领袖风格, 怎么好像散布那个东西, 你怎样呢, 我离开党, 你怕我真的总书记, 但是我在党外, 这样可以为党工作。 老泽东派人当时叫沈颜彬买了, 劝我父亲, 他说你不要退吧, 他说还是留下来, 我父亲说, 他说陈都秀这个家长之风, 就是这么厉害, 不肯承认, 他说我怎么能够不退, 我还是要退的, 人家说他像红豆火车, 他在性格是很高的。 今年103岁的夏征农, 是1926年入党的老党员, 也是陈旺道的学生, 对于陈旺道的退党, 他做了另一种解读。 他开始陈旺道的, 他是主张这个陈旺的, 不要发动挑战, 是研究研究, 研究研究研究嘛, 不要发动挑战, 这个当然这个以前不对, 所以从陈族修啊, 一些外方的共产党员呢, 以前就不一直, 他就退出了共产党。 不管是何种原因, 陈旺道离开党的组织是事实, 但是在以后的几十年中, 他都坚守信仰, 只要是共产党的事情, 都要去做, 只要党有需要, 他都会站出来。 中国共产党始终尊重他, 视他为党的创始人。 即使在血雨腥风的地下斗争的日子里, 党的地下工作者, 见到陈旺道从未向他隐瞒过自己的身份。 他说, 我实际在党内, 只不在党内, 在党外我还是要为党工作。 大革命失败后, 共产党组织转入地下, 党在上海创办中华艺术大学, 请非党的陈旺道出任校长。 虽然当时是黑云压城, 但陈旺道仍然认为, 只要是党的工作, 一定尽力去做。 陈旺道担任中华艺术大学校长后, 起了当时党员不能起的作用。 一年后, 在中华艺术大学诞生了著名的左连。 在以后几十年的岁月中, 陈旺道没有成为一个职业革命者。 当陈旺道带着刚刚翻译好的共产党宣言 来到上海的时候, 他的身份是复旦大学老师。 后来, 他当教授, 当系主任, 在复旦大学校长的位置上, 走过了他生命的最后二十五年。 他在这里完成了他的大著, 修辞学发凡。 仅凭这一点, 就已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特殊地位。 或许今天的人们, 很难从陈旺到后来的学术道路, 联想出这是一个曾经手持, 开启中国共产主义大门钥匙的人。 但后人的研究证明, 这两者是统一的。 作为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 马克思主义传播者, 与后来一生坚守中国语文研究的陈旺道, 统一在追求民族解放的人生道路上。 他进行革命活动的时候, 从来也没有放弃过, 学术研究和文化教育事业, 而他从事文化教育事业和学术工作的时候, 从来也没有忘记, 面向社会, 改革社会的思念。 陈旺道对语言文字重要性的认识, 影响了许多人。 著名的语言学家周有光, 现在已经101岁了, 是现在流行的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创制人之一。 可是, 他原本是一位经济学家, 已受到陈旺道的影响和鼓励, 竟转行从事了语言研究。 陈旺道, 他把这个语文看成是文化的基础, 而文化是结果的基础, 所以他不是不终止政治, 在他看起来, 我在文化上面画功夫呢, 就是终止政治, 文化就是政治, 在他的思想里面。 1920年, 翻译完共产党宣言的同时, 陈旺道发表了多篇语言学论文, 如, 得字的分化, 可字的综合等等。 他对指示代词, 这里, 那里的研究, 对标点符号用法的研究, 陈旺道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的研究, 他的词性和用法用途, 以及他在结构中的位置, 这些研究直接影响了现代汉语的模样。 今天熟练地运用汉语写作的人, 很难会有机会想到, 当年就是这样一个字一个字的研究, 这样一研一瓦地雷起了现代汉语的大厦。 当文言文转化为白话文的时候, 很多人垂胸顿足, 以为几千年的文脉被割断了。 另一方面, 刚刚诞生的白话文历史短暂, 带着自身的不足和缺陷, 毕竟不能与千锤百炼的文言文相提并论。 到1925年以后, 除了保守派的鄙气和攻击外, 新文化运动阵营内部, 开始对白话文产生了普遍的反省。 1934年6月, 南京有人注文鼓吹, 文言复兴, 五四运动中, 出战告捷的白话文受到挑战。 陈旺道, 邀吉胡玉芝, 叶胜桃, 陈子展等12人, 在西藏南路一品香茶室讨论, 提出了大众语的口号。 陈旺道说, 大众语就是大众说得出, 听得懂, 写得顺手, 看得明白的语言。 当时的翻译都是生搬硬桃欧美语式, 一般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学生们, 竟不知如何写文章了。 陈旺道后来说, 许多学生不会写文章, 问我文章怎么做, 许多翻译文章翻得很生硬, 于是逼着我研究修俗。 语言学上一般讲, 语言是一个民族的标志, 语言有极大的民族凝聚力, 维持一个语言, 让这个语言健康的发展, 这是我们一个, 每一个国民的义务, 这样我们的国家才能够存在, 我们的民族才能存在, 所以我现在就是从这个角度来, 很多革命的人都非常重视语言会参化。 1898年, 第一部汉语语法专注, 马氏文通问世, 从此, 语法学在中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但这部开山之作因袭了西洋语法, 后来李锦西在五四期间推广国语运动, 对白话文的普及做出了杰出贡献, 但他的新著国语文法仍然没能超越, 直到陈梦道的修词学发凡问世后, 才真正关注了中国语文自身的特点。 他学的是修词学, 还有语法学, 他也就跟人家不一样, 他是采用外国的原理, 要符合中国的实际, 不是把外国东西生版硬套, 不是的。 1932年, 陈旺道的著作修词学发凡出版, 这是中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坚固古画文, 金华文的修词学书, 书稿早在1920年就已成型, 是他在复旦大学教课的讲稿, 但他没有立刻发表, 而是花了整整十二年, 期间数次游印, 根据教学实践不断的丰富修改。 为了了解新鲜的群众的修词的成果, 他是很注意到茶店、书场去听, 那里有很多群众的活的修词材料。 但是百花文的修词, 要找例子是非常难的, 因为研究的比较少, 就万老不断的去找, 他坐到公共汽车上, 要拿个小本子去寄, 导师坦吃饭听学生讲话也要寄。 即使他后来当了复旦大学校长, 他仍然会坐上电车, 从西到东或从南到北压马路, 一面看着路边的商店招牌, 一面听乘客的讲话, 往往有意外的触动, 他就会赶紧回家接着写, 以这样的方式修改丰富书稿。 比方五六岁年代有一个口号,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那么这个例子非常好, 以前是没有的, 这就是中国古代的回文, 那回文在现代百花里面找到了, 这个小例子可以看出的, 他在搜求立正的时候下了非常大的功夫。 陈旺道可以轻易放弃很多东西, 可是对一本书一生都放不下。 修辞学发凡, 写了改,改了写, 这样的修改一直延续了五十六年, 直到他的生命终结前的一年, 他还在病榻上为他生前的最后一版反复修改交对。 就像扫落也一样的, 扫落也一样的, 就是你扫掉了又回来, 所以一定要很仔细的。 人类渴望语言的优美纯净, 自然, 这也是任何一个民族的追求。 1942年冬, 在郊东抗日战场反扫荡的战斗中, 一个战士倒下了。 他是北大教育系毕业的苏振宁, 在他身边有一个绿色的背包, 里面有本修辞学发凡, 是1932年大疆书曝出的第一版精装本, 上面还有几滴烈士的鲜血。 当今天我们轻松地读着明白易懂的文章时, 恐怕不会想到, 如果我们回到从前, 如果我们阅读的是没有标点符号的古文, 如果没有现代汉语拼音辅助我们对电脑的使用, 我们很难想象今天会是什么样子。 这一切只是组成了陈旺道一生工作的一个部分。 从中, 我们体会到陈旺道和那些前辈语言学家的工作, 对一个正在现代化的民族是多么重要和了不起。 但更重要的是, 当我们反思大跃进了浮夸风和文革的假大空后, 当我们从中发现语言就有那么大的破坏力, 当我们痛定思痛, 我们或许能理解陈旺道为何要在中国语文上画了毕生的经历。 他提倡文字的优美纯净, 犹如新鲜的空气, 对一个人的身心那样重要。 早年的陈旺道性格刚烈, 被形容为红头火柴, 但在翻译完共产党宣言之后, 他变得寡言少语。 各种的原因, 有人以为是陈旺道的离挡对他的影响太大, 也有人以为这时的陈旺道已转变成一个思想家。 事实上, 他在很多的学科领域里都有引领性的贡献。 还有人更愿意相信, 是他关于中国语文的研究, 实际上是在为提升汉语的品质而工作。 这无疑是负重前行, 但陈旺道有一点未变, 就是善良质朴。 敦厚负重和耐劳的品性贯穿他的生物, 了解他的人, 把他称为农民之子。 从三十年代开始, 陈旺道就酝酿根据汉语自身的特点, 建立中国自己的文法体系。 为此, 他对中国文法学的研究积累了半个世纪, 他希望编著一部《中国文法发繁》。 1977年, 陈旺道病重, 他只能坚持着在病榻上写完了《文法简论》。 当1978年该书出版时, 已成一作, 他最终没能完成自己的全部契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